一点黑灰都没有油,这个锅还增亮啊,增亮啊,我是60后慢生活,今天在我们的房车营地啊,看到了一个柴火炉啊,手工制作的柴火炉啊,这大哥一直在烧火,我们来看一看啊 大哥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,我自己做的,这个是,你看就用这个小柴火是吧,这个好用吗,我讲妹妹,肯定好用啊,它不黑锅啊,你看上完以后,你看做干净啊,哇,真是的,一点黑灰都没有油,这个锅还增亮啊,增亮,这个呢,用了一个小的古风机,我看的是啊,对对对,啊,然后是用了, 充电宝给他供电,然后,就是给,就像我们那个农村那个,风箱啊,风箱,就那感觉啊,风箱是吧,对对对,啊,大哥是多才多艺啊,这一套多少钱,一套一百八啊,啊,如果说再来营地呢,就可以到他这来买啊,啊,还有一个,要如果说他们想邮寄怎么办,也可以,就加个邮费是吧,啊,加油费就行了,看看他这个炉子都有几个什么东西啊,首先给提供一个这个啊,是一个火钱, 第二呢,一个这个叫,这个是风箱应该是啊,风鸡啊,风鸡啊,这是第二个,啊,这是一个盘子,是吧,这个是,炒菜的时候就是这样,啊,炒菜这样啊,这个做小糊的时候就把它扣上,啊,就这么简单,是吧,啊,真是不错啊,啊,这一套啊,挺好挺好啊,啊,揍起来的时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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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么一揍, 哦,还不占地方是吧,哦,挺好挺好挺好,找个袋子一装,啊,OK了,我这个,这个还能卸下来,哦,听,通电锅就自己准备一个就行了,哈哈哈,挺好好,那就是整个炉子的配件啊,就这么多,好好好,太好了,嗯, 呃,自驾游来出来啊,我们有一个这个柴火炉呢,就解决大问题了啊,你看这个大哥都不缺热水,哈哈哈哈 柴火炉是必备的,是吧,对,可以不用,不可以没有,哦,是吧,太好了,太好了,大哥,你这个车是多少钱,十三万三,啊,新车吗,对,新车,新车,然后改了一下,买完了以后自己改的,再做了一个除,除柜是吧,对,这做了一个除柜,啊,上面是一个大床是吧,对, 上面有大床,哦,大床,一张大床啊,双人床啊,非常宽,啊,前面就是,这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啊,然后又搭个小帐篷,还有一个电,电瓶车,你这个电是多少度,大哥,我电是,十二度,十二度电,哦,那很够用了,这个,才能把这一千二百度啊,哦,后面还有厨房,我们去看看厨房啊,呃,炒的这个什么菜啊,哦,白菜,哎呀,后面是个通风那个窗户,这个窗户改的也好,嗯, 哦,哦,有水啊,是吧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欢迎关注六零后卖生活,后续视频更精彩